人总是在快乐的时候,忘记了去想一想,自己以后会悲伤的事 犹如当人身体好的时候,谁都不会去想,以后万一身体不好的情况 这就是为什么人会轮回的根源 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学佛早班车 师父说,人要学会知足,不能生活在幸福中还不感觉到幸福 师父还说,在失误中才知道错误的人是个不觉者 接下来,让我们看几则精彩的同修分享吧 首先,这位同修分享道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我小小分享一下 前两天,我冲厕所的时候,看到有一只小蜘蛛在侧坑里 侥幸以为水不会冲到蜘蛛的位置,不会造成杀生 结果一按冲水按钮,就把蜘蛛给冲下去了 事后,我安慰自己不是有意杀生的,所以没有忏悔 只是念了几遍网声咒 结果,过了一会儿我就开始精神紧张,一语难受 许了各种小房子也没用,也不知道是哪里的业障,没顾及到 最后过了几个小时,才想到也许是伟愿杀生了 就许愿了四十九遍礼佛大忏悔文,忏悔不小心造成的杀业 然后,我的状态就恢复正常了 师父说,杀业会断掉自己的大悲种 我也忏悔自己对小生命的不够重视,与对触犯戒律的侥幸心理 我以自身的经历告诫师兄们,修行如履薄冰 真的一丁点的侥幸都不能有啊,不然出了事后悔都晚了 希望师兄们引以为戒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小小分享一下 平时念五张小房子都感觉很吃力的我 都是因为不专心,一会儿给人家说话 今天,专心在小佛台前认真念诵小房子 没想到,很轻松念了十张 而且,有两次,像从头到尾都在打卷,十分发喜 希望师兄们,有条件也在小佛台专心诵经 加持力真的很大 感恩同修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弟子因三六九关节,同时遇上本命年关节 小房子未及时跟上,导致业障大爆发 先是工作方面一再受阻 再是腰椎肩盘突出 而导致坐立不安,行走不便 这些都还没好全 过敏性鼻炎又泛起 本身就有特重度过敏史的我 一旦泛起过敏性鼻炎 就会痛不欲生 晚上需要坐着睡觉 根本躺不下 躺下就像窒息一样的堵塞 我深知是业障导致 加紧小房子放生 红发与度人 如今三六九家本命年关节 又犯病时 与腰椎肩盘突出 又不能久坐 真的是男人喘不上气的憋闷 无助 无量悲伤的我拿出弟子证 置于胸口 送大悲咒 不一会儿睡着了 一小时后憋醒 不一会儿又睡着 再次醒来 又是一小时 就这样 当又一次醒来时 我清醒地感到自己嘴里 在念药师灌顶真言 内心明白 这是诸佛菩萨在救我 是师父在救我 无量感恩 立刻拿起东方台发布的 关于药师灌顶真言的祈求词 祈求并开始念诵 不知是念了几十遍 睡着了 这次一觉到天亮 感恩释迦摩尼佛 观世音菩萨慈悲垂怜 感恩药师佛慈悲灌顶 感恩师父从未舍弃 感恩师兄的分享 这位同修分享道 昨天我在佛台前烧香拜佛 许愿一次性念二十一遍礼佛 和一万遍药师灌顶真言 昨天开始念二十一遍礼佛 跟着念一百零八遍 观世音菩萨圣号 去除无名杂念 让我能更干净念药师灌顶真言 念完观世音菩萨圣号 接着念一百零八遍药师灌顶真言 第二天就是今天 上早香念了点大悲咒和心经 就念礼佛十三遍 包括功课 指定某件事忏悔 自存礼佛三遍 就跟菩萨说 现在开始念许愿的 一万遍药师灌顶真言 每天念一些 念着念着 先从左手开始暖暖的开始热 过一会儿又到右手热 念的时候有点分心 不集中时 有感应会变凉 再到背上 然后脖子脸上都感到热 感应得到很大的菩萨加持力 直到现在 还是感觉热暖暖的 分享结束 如果有不如理不如法之处 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慈悲原谅 同修自己的业障自己悲 不让师父悲 不让师兄们悲 接下来 让我们一起来听师父 讲一个小故事吧 有一天中午 有一个庄园主 从外面回来 带回一把锋利的小斧子 随手放在门边 他就干活去了 庄园主的儿子 看见这把斧子 十分的喜爱 心想 这么亮的斧子 究竟快不快呢 他很想去试一试 他带着斧子 跑到了樱桃园里 他选中了一棵细小的樱桃树 学着大人砍树的样子 他举起了斧子 用力砍下去 只听了咔嚓一声 小树被砍蛇了 男孩一看不好 知道自己闯下了火 赶紧跑回房间里 把斧子藏好 躲到他的小屋子里 忐忑不安的 捧起一本书 装作专心的样子 读起来 庄园主回来了 当他经过樱桃园的时候 发现他最心爱的樱桃树 居然被人家砍断了 他大巴雷霆 他把果农叫来训斥了一番 并要他把砍树的人 跟我追查出来 一直躲在小屋里的小男孩 看到这种情景 心想 如果我不承认 万一错怪了别人 那多不好啊 但转念又一想 如果我去承认了 爸爸一定责怪我 还会打我的 但是 这个孩子大胆的 终于走到了爸爸面前 低着头 红着脸说 爸爸 不要再追查了 素食我看的 父亲问明了情况 不但没有责怪他 还把他搂在怀里 意味深长的说 孩子 我为你的诚实而高兴 要知道 做人 首先要诚实 这比一百棵樱桃树 还要宝贵 小男孩点点头 把父亲的这句话 牢牢的记在心中 这个小男孩 就是后来美国的总统 华盛顿 感菩萨 感师父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在一起听 师父的几句 佛言佛语 修心改命 改运成 吃苦宵夜 法传秤 人间名利 全部杂 转凡成圣 成菩萨 好了 以上就是 今天学佛早班车的内容 希望每个人 都可以元气满满 迎接每一天 加油吧 学佛人 同时 也期待明天同一时间 与您在这里 再次相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